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解这一道trapping rainwater的题目 这要题的意思是说给定一个非负的整形数组 每一个值代表的是对应index处的高度 问题是当下雨的时候这些 这是可以存储多少个水 看一个例子 比方说给定的这个height数组是 这是它们对应的高度 然后这是它们对应的index 我们把这个图给画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先不看的算法 我们看这个到底能存多少水呢 我们从左往右看 我们会发现这里可以存 为什么因为它两边的高度比较高 它中间就有个凹槽 然后这里就可以存 就是一单位的水 同样的在这里它两边也是比较高 所以这里也可以存一单位的水 但是这两边也是比中间的高 所以说这里也可以存水 这边是三单位 所以这里就这整体加个四单位的水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所以也可以加一单位的水 所以说这个图一共可以加六单位的水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题怎么解呢 这题是一道比较经典的 可以用单调站来解 为什么可以用单调站来解 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原因 就是你要考虑它什么情况下 可以放水 是不是说它两边的高度要比中间的这个高度要高 这个情况下会形成一个凹槽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是 保存一个单调地减的 就是高度单调地减的站 然后如果 然后从左往右 如果遇到一个高度是比站顶的元素 高度要高 那就表示这样 这样的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凹槽 然后就可以 就是算这个凹槽的面积 体积 凹槽体积比较好算 就是实际上 就是你这里只要考虑二维了 就是用它的这个distance 乘以它的这个height就可以了 那distance很明显就是通过index这里的处理 然后这个高度就是两边最最低的那个高度 减去当前的这里的高度 比方说这里的话 它两边最低的是2 然后这里 中间那里是1 所以它这里能存的就是1 所以说 总体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维护一个单调地减的站 这个单调地减的意思是说 并不是说我们把这个值给存进去 然后这个值是单调地减的 不是我们存的是index 原因是index是独特 就是unique的 但是这个你如果存高度 就不是unique 这样会造成一些的混乱 所以一般单调地减都是存index 那么你存在这个index里的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单调地减的 就是index对应的那个height 是单调地减的 然后每次当你处理到比 就是站顶的那个高 你就会来就是通过不断的pop 然后来计算这个可以沉的水 然后不断累加 这里要注意的是 你每次要判断站有没有空 就是你pop一个 你要看它站有没有空 因为比方说这种情况的话 这里是0这里是1对不对 但是它左边没有东西 所以是无法沉水的 最后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子 这边是2这边是1 但是它右边没有这个建筑物了 所以说它这也是无法沉水的 我们看一下例子吧 首先我们先把0给入站 因为它现在没有就是空的 没有办法比较 0入站 而当你当遇到这个index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递减的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要考虑 能不能沉水 我们先把0给pop出来 这时候站已经空了 也就表示它左边没有东西 所以我们是不能就是 积水的 所以这时候就直接结束操作 就把1给push进站 然后这个2这里的高度是0 所以说它这里是维护了 一个递减的这个趋势 所以我们直接把2给入站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站后面的一个形态 就是1 2 好当我们遇到3的时候 它的高度是比站顶的这里 这里的高度是0嘛 要高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计算了 我们先把这个2给pop出来 我们会知道 它中间的高度是0 这时候它站没有空 它还有1 然后这里它是高度是1嘛 然后我们要算它的高度 就是这个1跟当前的index的高度 取最小的 再减去它本来的这里的高度 所以说就是height3减去height这个1 然后乘以这个 不是 height1跟height3取最小的 然后减去这个height top 也就是这里的0 然后乘以distance distance怎么做 就是3减1再减1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宽度是1 就是本来3减1是不是等于2 但实际上它中间只有1 所以我们要把1给减去 这里我们就在redout里累加1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个这时候站里只有1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3给push进去 就是 我看一下 然后是1和1 因为我们要递减 所以这个1也是被 就是pop出来了 然后最后的情况下 才是把3给放到这个站里 因为我们要维护一个递减的嘛 然后接下来就是4 4这里高度是1 是满足这个递减的趋势 所以4也入站 然后5这里高度是0 也是满足条件的 所以5也入站 这是下一个形态 就是345 而到6的时候 它这个高度是比5这里要高 所以说我们就pop出来 所以我们用一个top的这个变量 来记录这个 先pop出来的那个index 也就是说中间的这个 凹槽地方的那个index 一样的算distance 就6减4减1 然后就1 然后这个高度取最小的就是1 然后减去这个0 也是1 所以这里result要加1 也就是说这里我们先把这个1 给加到这个结果里 接下来情况是 这个5已经出来了 然后4 4它并不比这个6要高 所以说我们直接把6给push进去 然后到这个7的时候 7的高度要比这里要高 所以已经违背了我们的递减 就是这个递减站 然后我们就把6给pop出来 然后这个distance是不是用7减去 就是pop6之后的站顶 就是4再减1等于2 是不是 这里的距离是2 然后再求高度 那高度的问题来了 这里是1对不对 这里是3 最小的是1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top的这里的高度也是1 所以说这里hide是等于0 所以这里并不能蓄水 然后就接着操作 然后我们会发现 这个时候我们把4再pop出来 这个时候站顶是3 然后3跟这个7 最矮的是这个2 然后这个top这里的高度是1 所以说它这里能存一个高度 然后这个distance是3 所以3乘1 所以加3 所以这是把这个3加到这个结果里 好 一丝类推你可以计算出来 好 让我们来解这道题 首先我们要得到这个height的 就是一共有多少个建筑物吧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 站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result 就是用来累加的 还需要一个currentindex 它从0开始 所以这个条件是currentindex 小于n的时候 我们来做这个操作 当这个站 它不为空 因为每当你要用pick 或者说pop的时候 你要确定它这个站是不为空 站不为空 并且这个height currentindex的高度 它是要大于这个height stackpick 也就是说 它违背这个d 就是单调递减 这个情况还比较高 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先pop出来 就是中间那个凹槽部分 我们pop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 但如果说这个时候 它站重新为空了 也就是它左边没有东西 我们直接brick 如果它有东西 那我们就求height height就是两边最矮的点 height一个是现在当前站的站顶 跟就是当前index对应的height最矮的 要减去中间的那个高度 就是height这个top 然后distance是他们index的差值 减去这个stackpick再减1 因为它有个宽度是0 然后result里就加上这个distance乘以height 然后每次你都要把这个push进 就是这个current index push进站 因为我要维护一个递减的 单调递减的序列 所以最后返回这个result 所以这个时间复杂度 其实是线性的 好的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